不是吧 小米 我怎么又变成了一只猪啊 因为你是猪队友啊 谁让你平时跑步技术那么菜的 今天还是看我怎么用胡萝卜大餐 带你走到终点的吧 这左右两边全部都是岩浆 杜妹妹 你在后面可要跟好我啊 放心吧 我可是有四条腿的 跑过你两条腿的 那还不是轻轻松松 起开起开 我要弯道超车了 是吗 给我下去吧你 可恶 我看你才是猪队友吧 气 我这是在测试一下岩浆的温度 没想到你这么脆弱 嘿嘿 轻松过关 你倒是救救我啊 没事 这边我再放一只出来不就行了 来 这次你可要跟好我了 再掉下去 我可就不负责了 只要你不坑我 我绝对可以撑到最后 是吗 这边看我直接走个小捷径 猪队友赶快跟我跳过来啊 你也太无耻了吧 这让我怎么过去啊 当然是想办法过来了 怎么了 难不成你害怕了 说你是猪队友 我看一点都没有错 嘿嘿 这边还是让我帮你在前面探探路吧 臭小迷你倒是等等我呀 等你估计我这一辈子都通不了关 像我这样的跑步大神 这边看我直接一口气冲过去 就你那跑步技术 狗听了都得摇头 刚刚是意外 再接着来 嘿嘿 这次我再多召唤一点 这次我们一定可以过去 猪队友们给我一起冲啊 哎呀呀 你们怎么都掉下去了呢 你懂啥 我们这叫做优胜劣汰 死鸭子的嘴都没有你的硬 这关需要掌握好方块的节奏往前走 嘿嘿 你们这四条腿的实力也不行啊 真是站着说话不要疼 要不你来当一下猪队友啊 算了 我不该对你有太多的期望 这样吧 我直接跑到最后一关 只要你们能过了这最后一关 我就再也不叫你猪队友了 一言为定 虽然平时我的技术很菜 不过这点关卡还是能过去的 哎呀 你们这怎么全部都狗蛋了呀 要是实在不行就放弃吧 不可能 今天一定要证明给你看我行的 哇塞 可算是摸爬鬼拿跑过来了 看不出来你这猪队友还挺厉害的嘛 哼 我才不是猪队友 伙伴你们说 兔妹妹是不是猪队友呢 谢谢大家 这就是了